其实我本身还是很喜欢这种慵懒的睡衣风的这种造型 里面配纯黑色的 然后稍微有一点大V的黑色的毛衣 虽然是扁平的身材 但是穿起来也是很有感觉的 下面配一条极地裤 又可以帅气 然后又可以有很女人的那种感觉 鞋子也是百搭的 高跟鞋 虽然很高 但是穿起来真的一点也不累 这身衣服可以掩盖很多上性格上的不足 就是比如说出去谈事啊 或者是在办公室啊 就是可以给人一种很干练 很女人 然后很新闻惯的感觉 第二套 换上绿色的外衣 就会稍微可爱俏皮一点 黑色有时候会等人一种 顾面而来的那种压抑感 但是黑色的内搭配上帅气的绿色 很适合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啊 就是会比整体的黑色稍微活泼一些 她们两个都是那种慵懒的睡衣风 如果在家穿的话也可以 春秋的时候当风衣穿也可以 第三套呢 这身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绝加感 你看我里面配了一个小皮衣 小皮衣里面配了一个 露旗的那种黑色的内搭 下面是配的破洞的牛仔裤 如果单看的话 就是那种很叛逆 叛逆少女的那种感觉吧 一件很可爱的毛毛的外套 都可以穿出这种稍微帅气一点 稍微酷一点的感觉 这件外套应该就是大家看我翻牌率最高的一件外套了 然后也是很好看很鲜 这件毛毛其实都是可以卸掉的 卸掉之后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正好是四伏分享嘛 今天就把这件穿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件粉色毛线外套 其实还是我比较中意的 但是这件不是很好搭衣服 我平常穿的时候 我都会在里面配一个小皮衣 然后上面还是我刚才最喜欢的那种 深微的毛线的打底 冬天穿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下面穿一个过膝靴 但是冬天千万不能露腿的 就虽然年轻嘛 但是也不建议大家露腿 然后这两件呢 就是今天另外两件外衣了 这两件的共同点都是这种毛毛乎乎的 但是大家一般都会觉得这种毛毛的会 比较可爱一点 今天我穿出来的这种感觉呢 然后又可以可爱又可以酷 然后又可以保暖 所以很适合冬天我们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